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非常感谢来到 MenoSystem的 Webinar 这一期我们Webinar的内容是 最先进的这个非秒光线激光技术 在 开始Webinar之前呢我想说一下刚才好像是碰到了一些 在后台我们看到碰到一些技术问题 现在是不是应该好了刚才说有回升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回升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然后呢在这边推广一下我们的这个 Meno中国的官微是这个 二维码大家用微信扫一下就可以关注 Meno中国的这个 官方微信号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相关的 产品呀应用呀这些详细的内容 在正式开始之前还是惯例先简单介绍一下公司 Meno呢是在 01年的时候从 麻布量子光学所 付化出来 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呢 在 美国 日本和中国都有了分公司 中国分公司的名字叫做上海 Meno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就是 我们中国分公司的 这个中文名 里面加入了这个量子呢 也就是 可以看出Meno对 目前量子技术的这个发展非常的重视 那关于Meno大家很可能 第一想到的就是光学频率书 以及 Meno的创始人汉史教授在05年的时候呢 因为光学频率书的技术以及 对精密光谱的贡献获得了05年的诺贝尔奖 那其实呢现在Meno 产品线也是非常的丰富 不仅有 我们主打的这个光学频率书 还有包括他相关配套的这个 就是这种光学参考叫做超稳激光器 目前在量子 计算量的传感领域也是非常的 热门 另外呢 还有相关的泰赫兹的一些解决方案 包括泰赫兹的 石油光谱仪 泰赫兹的天线等等配套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 在这些 产品里面的核心部件 非秒激光器在光学频率书在泰赫兹 石油光谱仪等等里面 第五个呢 我们在两年前大概推出了这种 量子激光器系统 另外还有这种 可以用到 比如说空间站等等 上天的这个 Spacecom 那今天我们主要说的是这个 稍等 我把激光笔调出来 今天我们主要说的是这个 非秒激光器 今天的主讲人除了我之外呢 我们还是请到了非常多的 重量级的嘉宾 首先呢 就是 Menlo 德国部门 的 这个 非秒激光 超快 非秒光线激光器部门的产品经理 Kristin Mauser 博士 呃 抱歉我这忘了加这个 Doctor Kristin Mauser 博士博士 然后 另外呢 还有 我们中国部部门的 售后高级售后服务经理 傅林统先生 以及 门路中国的 销售经理 杨海东先生 另外呢 其实我们的中国区的 负责人 周虎先生 呃 周博士也是 呃 在后台 所以 我想鼓励大家 呃 在 讨论区提问 如果英语好的朋友呢 也可以英文 提问 Kristin也很高兴能为大家 啊来回答问题 呃 要说这个 激光呢 我们先 简单的从这个原理开始啊 就是 激光当然是它是有 有泵浦源来泵浦这个 增益介质放在这个枪里面的增益介质来产生这个收集辐射 那说到光纤激光呢 其实就是说这个增益介质是光纤 那再说到非秒光纤激光呢 就是说 它的 工作方式呢 是一个脉冲 而且这个脉冲的宽度是在非秒的这个量级 那非秒是一个 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呃 这边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类比啊 就10非秒到 1分钟这样一个 比例相当于1分钟到整个宇宙年龄的这样一个比例 也非常的 非常的有意思 呃 值得耐人寻味的一个比例 呃然后呢如果用光纤作为这个 增益介质 特别是 啊 目前的一个宝偏光纤作为一个 呃更好的一个 稳定的一个增益介质呢 我们可以做到这个非秒激光的 卖宽小于100非秒 此外呢用光纤这种 呃作为增益介质的非秒光纤激光器呢 它还有 就是 啊一键启动呀 呃 非常的 鲁邦性非常的好 非常的 呃 稳健 然后呃非常的紧凑以及 性价比高免维护等等等等非常多的一个优点 那其实非秒激光器的发展历史 也是非常的早 在激光器刚 诞生的第2年非秒那个那个光纤激光器也就已经诞生了 是在1961年就出来了 但是呢 其实在 激光诞生之后的 两个 两个时间里面 发展最快的呢 其实是这个 激光 晶体相关的这个 其他的激光器 包括这个 液体染料激光器 等等 其他的固体激光器 那之后呢 到1980年以后呢 这个 随着这个 泵普二级管的 发展以及光纤技术的发展呢 这个非秒激光器才有了一个长途的发展 也就是说非秒激光器的成功其实是 固体激光器和光纤技术共同的一个 结晶吧 那这边这个图呢 是Laserfocus World的杂志 统计的一个 非秒 一个激光器领域的相关的一个专利的情况 刚才是美国专利 一个专利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从1981年开始 这个非秒激光才开始了 爆发式的增长吧 然后最近的这几十年内也是 在一个非常快速增长的阶段 那在这其中呢 就有我们 MeloSystem的一个 Bigger9的一个专利 在美国 欧盟和那个 中国都申请了相关的专利 那对于光纤激光器来说 它的 可选的增益 戒指也是 比较丰富 主要是一些 参杂进去的是一些 稀土元素离子 那这些稀土元素离子呢 有天然的这个 三灯机结构 然后他们的工作波长 一般是在 近红外波段 可以看到是 大概是在 1000到2000 这样的一个 一个波段范围 两个比较 用的比较多的波段呢 就是 150纳米 参耳的这个 波段以及 1050纳米 参亿的这个波段 主要的原因呢 也就是说 参耳波段和参亿波段 他们技术比较成熟 相应的 它的 泵浦管的选择 也是非常的 就泵浦的波长也是非常的稳定 这些泵浦管也是很容易得到 再一次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参耳或者参亿这些 参杂光纤 他们一般现在用到的是一个单膜的光纤 那不管是这种 单膀层的还是一个双膀层的这种光纤 都是一个单膜 甚至是一个宝片的光纤 那么这个泵浦的泵浦光呢 我们可以泵浦到这个 对于对于 单膀层光纤来说 我们可以泵浦到一个 它直接的一个线星里面 对于这个 多包层来说我们可以把泵浦光 泵浦的包层里面 但是 不变的是这个信号光或者说 我们需要的输出都是在这个 先行里面来传播 此外呢在这个 非秒激光呢 因为它是 一个脉冲属 这种脉冲的非秒脉冲里面 特别是非秒脉冲 它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一个频率成分 所以它在这个 戒指里面传播的时候会有色散 包括这样的一个正常色散和一个反常色散 那这样的 色散呢 会导致它的脉宽 相应的有一个 正周灸 一个正周灸 或者是一个负周灸 这样的一个色散 同时呢 同时呢在光线里面还会有 光墙相关的一个非线性效应 那这两种效应呢 怎么平衡呢 在 150纳米参尔波段呢 由于 这个在 工作在这个 反常色散的区域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反常色散 一个负周灸 然后呢 这个 非线性科尔效应呢 是一个正周灸 正好这两种效应呢 可以 如果平衡的好的话呢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正常的 没有色散的 比较完美的高斯脉冲 但是呢 在参与波段 它的色散是一个正常色散 那么 就不能用这个非线性的科尔效应来 和它来做一个平衡 但是呢 相关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技术 可以把它的脉宽 也是补偿回来 那对于 这些非线激光器的设计来说呢 一般的 都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结构 首先呢 是由一个 震荡器来输出一个 比较小功率的一个脉冲 再次呢 有一个放大器来把它的功率放大 还包括一个脉冲压缩 这样的特点 这样的一个结构什么好处呢 首先呢 这些都是全光纤的结构 连接都非常的方便 那种子激光呢 因为它的一个输出功率比较小 所以 相应的还比较好控制 就加一些控制 第二个呢 它这个放大器 因为它是光纤的放大器 所以一般来说它的 结构是一个单次通过的 这样一个结构 所以说呢 这个 放大器怎么说呢 它腔内的这个能量 不是 特别高 不是特别高呢 那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个 非常多的这个非线性效应呀 或者是 烧坏呀 这些问题 另一个就是我们可以 集联更多次的这个放大器 比如说把它的磨上 直径一次的这个增大 磨上面积一次增大 这样呢我们可以把它的功率由 低到高一次的放大到一个 非常高的一个程度 通过这样的一个 放大器的一个链路 我刚才也看到 其实在 就是 这些 掺杂的波段呢 掺杂稀土元素这些 光纤掺杂的这些波段 其实它们的 波长还是非常的稀疏的 就是 波长其实覆盖面不是特别广 那通过什么范围可以来 把它的波长覆盖的更广一些呢 其实有这些 这么一些办法 一个呢就是这种 二次斜波产生 就是 倍频 两个的光子合成一个 更高频的光子 第二个呢就是这种 DFG也就是 差频产生 一个高频光子和一个 频率相近的光子 产生一个 更低频的一个光子 还有呢就是 一个超联续谱的产生 超联续谱可以让这个 光谱扩到一个 非常宽的一个程度 这边是一个 超联续谱的一个 说明啊就是从 红 可能红外一直到 绿光 甚至是 紫光等等 紫外 超联续谱 都可以来做 当然 常见的是 从500到1000纳米 在 目前比较常见的情况 是这样的一个范围 还有1000纳米到2000纳米 这样一个范围 待会儿也会有提到 那对于这个 非秒光纤激光器来说 其实 还有一个核心的内容 就是这个非秒脉充 这个光固子如何产生的一个 一个过程 那这边呢 我们 有一个 动画 来 简单 说明一下 这个 光固子的产生 或者说这个 脉充产生的 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枪里面呢 有一些 震荡的这个 叫频率模式也好 然后呢 这些模式它的 相位要保持同步 保持同步以后呢 这些 各种频率分量的 震动呢 就会合成这样一个 脉充的 在在在枪内的这样一个 往返的一个循环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锁磨的原理的介绍 那其实呢 这种锁磨的 特点呢 在频率上来看 其实 它的模式和模式之间的频率间隔 也是非常的固定 就是这个枪的这个自由光部区 然后呢 这个锁磨呢 其实 其实有 好几种方式 包括主动锁磨 被动锁磨 还有 混合锁磨 那目前对于 非秒脉充的产生来说 可能 被动锁磨是更常见的一种方法 那在被动锁磨里面呢 就是它 需要 有一个自启动 就是说 不管是我 插电也好 或者是 给了一定的 刺激 或者扰动也好 它要需要有一个自启动的过程 然后呢 这个锁磨 通常是由于 由这种叫做 可宝核吸收体的 物质来完成的 那这个可宝核吸收体呢 它有什么特点 它的特点是 这个 低强度的光 可以被吸收 高强度的光 可以穿过 可以透过 那对于这个脉充来说呢 就是 它强度低的部分 比如说这个两侧 它强度低的部分 会被吸收 那强度高的地方 会被 会透过去 这样 往返的一个 反复的一个运动 这个脉充的一个 往返呢 会导致这个脉充 也就会越来越窄 最后达到一个稳态 那 对于 可宝核吸收体来说 常见的这个 材料呢 就是这种 半导体的 可宝核吸收镜 这边是一个例子 一个 比较宽的脉充进去 在经过一定的循环 变成一个 比较窄的脉充 这样是一个 简单的 一个 锁磨的一个 食欲的一个 原理 那 可宝核吸收镜 毋庸置疑 是一个 非常成熟的技术 C-SUM 但是呢 其实 C-SUM也是有 非常多的一个缺点的 首先呢 就是说 这种可宝核吸收镜的设计 一般是要针对一个 比如说特定的波长来设计的 所以说 这种设计不是非常的通用 第二个呢 对于可宝核吸收镜的 这种锁磨来说 它的噪底非常的高 当然是相对于我们待会要说的这个 Figure 9的这种结构 它的噪底比较高 那对于这种噪底比较高的 锁磨方式来说 它就不适合于 一些比较精密的应用 比如说光纤屏内书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可宝核吸收体 它会随着时间 它的性能会有个退化 那在说Figure 9之前 我们先由Figure 8来引入 就是8字枪的一个结构 那8字枪呢 我们可以先从这个 2分2的这个 光线分输器来说 那光线分输器呢 一个2分2的 50比50的光线分输器 脉冲 从一个路径来 从这两路 分成平均的两路 来输出 那么在这个 8字枪的锁磨里面 我们把上面这个 环路给它封闭住 也就叫做 把这个做成一个 光纤环境镜 这样光纤环境镜的 一个设计是 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说这两路 50比50 经过一圈以后 他们在这个 核数的位置 再干涉 最后的结果 会是原路返回 就是 从哪过来 从哪回去 就是 所以它叫做一个 环境镜 当然了如果 这个不同的相位 测射出来 那Figure 9 这边 其实有 是有一个 主动的光纤 就是这个增益光纤在里面的 所以说 从这边输入的 激光分成两路 以后有一边会先经过 增益光纤 经过增益光纤的部分 它的 它的光强会被放大 光强放大以后呢 经过 一个长光纤 它的 相位 相应的 它的 植物边会更多点 也就是相位变化 会更多一点 增益 如果 光纤在经过放大 相应的 它的 所有 这 而这边输出 这边的 光强 它的这个 非线性效应 它是和光强相关的 中间的部分 因为光强大的地方呢 它会经历 相应更多的一个 相位变化 而光强小的地方呢 它会 经历更小的 光强变化 所以说呢 这个输出 也是 相当于是一个人造的这个 可保核吸收体 这么一个 一个作用 所谓的这个 人造的可保核吸收体 这边 可以从这边 透射输出 但是呢 同样 Figure 8 也是有它的问题 就是八字枪 它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 在这个 全光纤的 这种结构里面呢 特别是 在这个宝片的光纤 这样的一个设计下 比较难实现 锁磨自启动 特别是 比如说 可能早期 锁磨自启动 加入 宝片的 电光调制器来 激励呀 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种方法 因此说 对于八字枪来说 不是很好 实现这个 锁磨自启动 那 门楼 作为一家 光学频率书起家的公司 当然 不希望 说是这个 受限于这个锁磨的一个自启动 或者是这个 重复频率的限制 或者说是这个 八字枪里面不好加一些调制的这个 器件 怎么办呢 这边有一个 小的设计叫做 非忽翼一向器 这个非忽翼的一向器 它的 引入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 就是我们 可以把这个八字枪拉直成一个九字枪 然后让它工作在一个反射的模式下 而且呢 它的锁磨自启动也 也会更加的 更加的容易 那这个九字枪呢 它的设计 不仅是它有这个直线币的设计 而且呢这个直线币里面 我们还可以加入 一些 内枪的一个突动器 或者说是调制器 这些 器件的加入也使得这个 这个激光器 或者说这个 激光器有可能变成 更好的一个 可控的一个器件 比如说光输 我们可以调它的重频 可以调它的CEO 可以调它的载波包裹相位频率 而且呢这个输出 输出的地方 我们可以 可以很好的一个 做一个灵活的选择 另外呢就是它的枪长 相比于之前的八字枪也更短 所以可以做到一个更高的重频率 总结一下呢 就是说 门楼的飞根 9结构 第一个就是稳健 索磨自启动 可以完成 而且是全 某片光纤的一个设计 所以不用担心 它的 工作会受到 外界环境的一个 非常大的扰动的影响 对外界环境非常的 不敏感 第二个呢就是灵活 刚才说到的 在这个直线币里面 我可以加入 内墙的调试器 可以加入各种 触动器 我们可以调它的重复频率 可以调它的载波包裹相 一频率 所以它的应用会更加的灵活 第三个呢就是低噪声 相比于CSAM 相比于其他的这个 组模技术 它的噪声会更低 最后一个呢就是 性价比 更高 对就是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它的 整个的一个枪体的设计呢 相比于之前的技术 更加的简洁 所以说呢 它的成本相应 相应的也更低 而且用到的基本上都是一些 电信上的 一个工业级的一个 一个部件 好下面我们 来看一下就是 Christine Authers博士给大家 带来的这个 我们激光器的一个优点 我会示范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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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电脑子 在一个简单的简单 現在要示範一下現在的效果 像這類型的效果 我現在有一個電腦的電腦 我會接近一位電腦的電腦的電腦 到這個電腦的電腦 我會接近另一位電腦的電腦 接近一位電腦的電腦 在背面的電腦 我會接近一位電腦的電腦 電腦的電腦的電腦 我會接近一位電腦的電腦 現在我們開始了 電腦的電腦的電腦 直接接近一位電腦的電腦 然後電腦的電腦開始了 現在電腦的電腦的電腦 現在電腦的電腦是設立 on the screen you can see the values of the shock sensor and the optical output power of the seed port on the left side you can see the spectrum of the optical output I will start shaking now the laser module and during this shaking you can observe the optical output parameters 有几乎没有改变在变化的变化 像是在变化的变化或是在变化的变化 如果您想想的用选择 for example in production halls or in harsh environment such a robust operation is essential we have tested our lasers and even frequency cons with shock forces up to 16G without any major changes in output parameters 好的 这个撞击测试可以说是 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 就是我看到这段视频以后 我自己也是其实我都没有想到 在这么强的一个拍打下 它可以工作的这么稳定 除了撞击测试 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测试 这边简单的说一下 比如说在一个大的温度变化下 来测它的输出功率 在这个多少多大呢 这个温度范围是一个40度 从10度到50度这么大的一个范围 可以看到它的输出功率的波动 基本上是维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相当的小 可以说是大概 0.5% 3.7%吧 在10度到50度 在正常的实验室条件下呢 风风值大概在0.5%这样一个波动范围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在大的温度变化下 我们还会测它的一个锁磨状态 比如说呢 我们在40度的情况下 测它的锁磨 开关一次锁磨 在0度的时候呢 也会开关锁磨 在开关锁磨的这个 这个开关掉再开 当然这个是人为的 关掉再开开以后呢 这个锁磨态 一立马会变回去 而且可以看到输出功率 它的变化也是非常的平滑 另外呢 由于这个九字枪的一个读有的特点呢 它可以在 参逸 参耳 还有参丢 这三个波段 一千 一千 一千五 两千 这样一个各个波段呢 都可以产生一个 很好的一个锁磨 还有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 重复频率高 可以达到250兆核子 目前在市面上 光纤激光器里面应该是最高 还有其他一些特点呢 就是它里面相对于 可保核吸收体来说 没有这个寿命限制的这个部件 刚才说的C3M 它是一个有 它的寿命会有寿命啊 它的 它的那个性能会衰退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锁磨态非常的单一 每一次锁磨都是一个固定的锁磨态 我们可以甚至可以重复 一万次这样的开关 然后它的锁磨态 依然是一个单一的锁磨态 另外呢 由于它是光纤激光器 所以它的光束质量是天然的很好的一个光束质量 而且呢我们的脉宽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脉宽 接近于这个复利液变换极限的一个脉宽 在参益的波段呢 可以做到100飞秒左右 而在 参尔780 参尔1560倍频到780的这样一个激光器呢 可以做到50多飞秒的这样一个脉宽 然后呢 它的脉冲和脉冲之间的这个稳定性非常的好 每一个脉冲之间 首先它的间距非常的平均 也就是说其实它的宠物频率的稳定度很好 另一个呢 它的功率的稳定性也很好 功率的稳定性有 有多好 这个测了2.5个月啊 没有失所 没有任何的问题 连续运转2.5个月 它的峰峰值变化大概是1.25% RMS值大概是0.1% 很很很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 非常的匹实非常的可以耐用连续运转 2.5个月 相信对于很多也许工业应用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使用周期 然后呢 这个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的time in cheater 就是时间抖动非常的小 由于它的一个低噪声的特点 还有的就是它的ring 相对强度噪声也是很低 低噪的特点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相关的证明的 这个当然还是在17年的时候 也就是可能在前一两代的产品 其实就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明了 这边是4个这个不同锁磨方式的一个激光系 它们的载波波罗像衣频率 的一个线宽 我们可以看到 MENLO的这个非线性光纤放弹环境镜 Figurnite这样的一个结构 和科尔索摩的这个太宝石激光器的 CEP的线宽是可以相媲美的 比NPR比这个非线性 比这个非线性偏振旋转和C-SUM的这个 线宽都要好很多 另外呢 这个我们的激光器还可以同步到一个外参考上面 由于它内枪加入了一些突动器和调试器 比如说呢 我们可以同步到另一台激光器上 做一个主动和从动的这样一个Master Sleeve的一个 两个激光器同步的一个结构 那这样的一个同步呢 它的时间抖动也是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小在 飞秒的量级从0.1赫兹到500赫兹这样一个非常宽的一个激光范围内呢 可以做到小于是飞秒 然后呢 再总结一下就是刚才说的这些参数也好 性质也好 MENLO都是经过一些严格的严谨的一个测试的 包括当然这些测试不是Christine刚才的这种拍打 而是根据一些欧盟的一些ISO的标准做的一些标准的测试 比如说振动测试掉落测试 然后还有正旋波振动测试 还有刚才的相当于刚才的这个撞击测试 以及电磁兼容的测试等等等等 做了非常多严格的测试 所以我们的激光器这些性能都是可以给大家保证的 这边再近一段视频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工厂 在德国的工厂就是我们生产其实都是在德国 包括每一个的一个光纤溶接 光路对准等等等等 这些细小的一个步骤 我们都是为客户来做到最好 做到一个 怎么说呢 德国制造的一个 MENLO Systems has over 2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laser development and many application fields All of our units are designed for 24-7 operation MENLO Systems has over 2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laser development 2 of our units have even been to space came back rushing to the ground and still show the same performance That's robust quality made in Germany Contact us for your solution today 那回来简单的一个小视频 回来我们来到下一个环节 就是激光器的这个型号和他们的一个设计 这边稍微讲快一点 把激光笔跳出来 那刚才说到的这个1000、1500这些波长以外 我们还有相关的它的备品 比如说780、520等等 这样一个波长的输出 另外呢 刚才提到的还有这个超联巨谱 500到1000纳米的超联巨谱 1000到2000纳米的超联巨谱 因此 温漏的光纤激光器 飞温光纤激光器的覆盖波长也是非常广的 可以有很多的波长供大家来选择 另一个呢 我们近期推出了叫YUMO MADE IR 就是中红外的这样一个激光器 它的波长从3V米到5V米可调 比如说大概覆盖个一两百纳米的一个宽度 它的可选功能比较少 比如说它一般来说有这种预补偿的 色酸预补偿的可选功能 包括这个慢充选择功能等等等等 然后呢 这个科研级的激光器相应的 它的特点就是比较灵活 功能比较多 包括这个重频和CEP的锁定 包括这个锁量电路我们可以提供 包括两台激光器同步在一起的这种 一部光学采样的这个系统我们可以提供 甚至是这个多波长的这个输出 多波长输出的光 一部采样等等这些都可以 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一个算是我们的设计的一个思路吧 就是这个科研级的激光器 不管是科研级的还是这个工业级的还是科研级的激光器 我们都是采用的这种模块化的设计思路 一开始当然是一个震荡器 Figure 9的震荡器 第二个我们加一个放大器 这样基本上是一个主要的架构 这边也是一样的 那包括那在这个Umo4瓦的这个激光器里面呢 我们还可以加脉冲选择的这种快调制的这样一个AOM的功能 还有包括色散预补偿的这样一个功能 那在这边的这个C-Fiber 780的这样一个科研级的平台呢 我们可以加它的二次谐波产生 也就是产生780的这个模块 以及呢它的一个锁量电路 比如说它把它的重频来同步到另一台激光器 或者外面的一个射频的在参考上 另外呢当然还有更多的选择 比如说在这个780的输出 我们还可以再扩出一路超联剧谱 扩出一路500到1000纳米超联剧谱 那这边的种子激光的输出 我们也可以分两路 做两个放大器来产生 下面就是一些典型的应用 这些典型应用呢当然是对应了我们 特定型号的一些激光器 对因为我们是选择了一些已经有文章 或者已经有应用的客户的一些典型的案例 所以这个激光器的型号我们也可以给出 那这边第一个的应用呢就是这个3D打印 双光子聚合的这种3D打印技术 那用双光子聚合的这种3D打印技术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相比于传统的这个3D打印技术 它的这个聚合的点呢它比较小 也就是说它打印的这个分辨率呢会比较高 那这个分辨率高呢一般用到的是 700-800纳米的这种激光器 那MENLO呢我们有一款叫做M780HP的一个激光器 这款激光器输出中心波长在780纳米 卖宽可以做到小于60V秒 那最后的这个峰值功率呢可以做到20-30千瓦 那这个这样的一个高功率的一个输出呢 高峰值功率的输出呢 体积我们可以做到这么小的一个体积 三个模块化的这样一个设备 而且这三个模块加到一起 就是所有的给到客户的所有的东西了 一个是震荡器一个是放大器 另一个是背频加这个外充压缩 整个就是这三个模块 那相当于客户如果要做自己的3D打印系统 它可以很方便吧 很方便的把这个模块集成到自己的系统里面 而且呢比如说这个三个模块都是可拆卸的 那这样的一个780纳米的输出中间可以连一个比较长的光纤 这样呢 其实可用的部分可以从这边来输出 是非常的方便 这边是客户用这个M780HP做的一个应用案例 可以看到打印的这个微纳结构呢 它的分辨率其实是已经达到了纳米量级的一个分辨率 做到了一个纳米通道的这样一个应该是微流体的一个应用的一个chip的一个结构 然后第二个应用呢也是这个Elmo系列 Elmo当然它这个输出是在1560纳米 少了刚才那个780纳米的背频和脉冲压缩的部分 那这个激光器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应用 就是泰荷兹一光谱的一个应用 它只要在连上相关的两个泰荷兹天线和相应的一些泰荷兹光路 我们可以做成这个泰荷兹水光谱仪 Elmo我们也是有这个相关的产品叫做Terra Smart或者是Terra K15 可以做到大于6p赫兹的一个带宽 然后这样的一个光谱仪呢 不仅可以测比如说药物 可以测这些生物材料 包括一些视频检测这样一个光谱 另外呢 它可以用在安检上 可以用在无损检测上 这边是一个无损检测的案例 是由西班牙的DAS Nano公司 做给大众的汽车生产线做的 油漆图层检测的这么一个机器壁 可以自动来检测这个油漆图层 来相应的帮助这个产线来节省原料 或者是查出问题等等等等 这个产品呢其实是孕育于DAS Nano和Menlo 以及Franc赫非英文数学研究所的一个研究课题叫做Inspect 所以说激光器包括一些太核子的部分也是集成到了这样一个系统里面 然后呢 第三个应用 刚才说到了这个多光子的聚合 那这边在生物 神经生物学上呢 其实还有一个双光子显微成像的这么一个应用 这边会用到一个我们的930纳米的激光器 这样的930纳米的激光器呢 它的重物频率可以做到50兆赫兹 因此呢 它的蛋白充能量可以更高一些 在这个双光子聚合的这个信号上呢 也会相应的更大一点 那在生物学上呢 这个绿色也用0纳米这样一个波长来揭发 这边也是我们的两个客户做的两个案例 分别是一个 这边是 应该是果蝇的一个神经细胞的双光子成像 然后这边是一个海马的一个右体的一个神经双光子成像 来研究它的一个神经活动 那最后呢 不得不提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应用就是 种子放大 就是说我从门楼买一台这样的一个 Figure 9的种激光器 然后后面我自己加一些 哪怕是光线的放大器 或者是固体的放大器 我们来做到一个更高功率的输出 这边有一个两个案例 一个呢就是 德国的Active Fiber System公司 做的这个500瓦平均功率的这样一个 Figure Cycle的激光器 另一个呢 是 其实是Active的 法国Active的公司给Cern做的这个 一个 放大到4.5泰瓦的这样一个激光器 那这两个 这两个项目里面呢 分别用的是Mainload的 看一下 Orange和C-Fiber 780 两款Orange和C-Fiber 780两款激光器 那同时呢 可能会用到重复频率锁定 或者是CEP锁定 Zibular像位频率锁定 这样的一个装置 以及锁定电路 好 主要的 今天主要内容就讲到这里 然后 我们很多专家都来到了这个直播间 所以 很欢迎大家在直播间里 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这个相关的这个技术进展 感谢 我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我刚才看了一眼手机 好像这个 大家 其实已经 在直播间里讨论的很热烈了 然后看一下 还需要回答的问题 有哪些 我从 有一个问题 我先看到了是激光器就这么大 电源就是一个充电宝 我点回去 在Christin这个演示视频里 激光器 当然这个是一个种子激光 种子激光大概输出是在毫瓦量级 然后电源就是一个充电宝 确实电源就是一个充电宝 然后你要放大功率 其实也就是再加一个相同的这样一个模块 然后780的输出还是再加一个这样的模块 所以其实体积是非常的小 可以说就是那么大一个东西 加一个充电宝 当然电源一般来说 大家在用的时候不会是充电宝 而是一个 我们会提供一个电源线的 电源线来 直接插到三项插头 插到这个实验室 或者是自己的这个插座上就可以 也是很方便操作起来 Elmo系列有什么波长 Elmo系列的波长 是在Elmo因为它是参尔的光纤 所以它主要的输出是在1.5微米 然后它里面可以加倍频 加倍频以后可以到780纳米 这个就是它主要的波长 然后因为它是工业级的一个激光器 所以可扩波长的范围不是特别的大 如果说你想要一个更大的波长扩展 可以选择C-Fiber这个科研级的范围 这样不仅可以扩到780 而且可以产生比如超联去谱 可以扩到一个更大的范围 后我再看一下前面的问题 据个人了解 虽然九字枪锁膜很稳定 但是锁膜的启动一般需要通过敲击外壳 或抖动光纤才能实现 请问您那边是否也存在相应的问题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MeloMet是商品化的激光器 FakerNet激光器 甚至是光学频率书 敲击外壳或者抖动光纤这种东西 不可能由客户来完成 而且我们其实里面也没有相关的 需要扰动的一个措施 只需要插电启动 点一下开关就可以了 而且怎么说呢 这个敲击外壳和抖动光纤这种扰动 其实大多数据我了解 是在实验室的这个阶段的产品 或者说是实验室研究的时候 存在的一些问题 Melo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OK 刚进直播间前面的部分错过了 麻烦结束后提供一下回放网址和PPT 没问题 结束以后 其实我们有那个B站的这个主页 您也可以来关注 或者您进那个好像后面可以回答问题领那个T恤 您进那个群 然后我也在那个群里 您要是想要的话 我可以给您 PPT也可以给 当然是要一般给PDF 然后 您这边有没有低于10兆赫兹的宽普飞氧激光器 低于10兆赫兹 貌似没有 但是因为有一些激光器是有选择 低于10兆赫兹的宽普要 要多启动到锁磨完成时间是多长 失所恢复时间 从启动到锁磨完成时间 正常情况下是在10秒以内 然后我们标称一般是小于一分钟 失所恢复一般 一般不会失所 一般不会失所 如果是失所 根据我们的经验 大概比如说有一个特别强烈的一个 比如激光器突然断电 或者突然断电开电 或者是我也不知道 它可能会有一个闪一下的过程 但立马会跳回来 您好 请教一下激光器是怎么锁定到射频的 锁定的是激光器的重复频率吗 这个问题我可以重点说一下 因为其实这方面的应用也是我们的一个强项 比如说这个 当然这个激光器是锁定到另一个激光器上 但是锁定到射频是没有问题 比如说射频一个原子中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参考 锁定的是重复频率 但是我们有更好的方案 就是比如说锁定重复频率的高次斜波 这样它的相位造成会更低一些 而且其实我们还有相关的二阶的一个锁定方案 这在怎么说呢 就是基频加高次斜波这样的一个锁定的方案 可以让比如说每次开关机以后 它锁定的相位都保持相同 科研级的激光器是什么不能做的跟工业级的一样小 其实就是这边的一个差别 你可以理解为这个是工业级的里面没有可以调枪长的东西 没有可以调东西 然后这个是科研级的 它里面加了一些内枪的粗动器 然后因为有加的这个东西包括电学部分 所以它的它的大小会更大一些 它会更大一些 相比于这个相比于工业级的它会更大一些 哇 今天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多 我再看一下 Figurnite可以做到G赫兹吗 可以透露一下就是 其实曼露可以做到G赫兹 但是G赫兹在测试阶段 然后曼露是一家比较保守的这个德国公司 所以目前我们认为250兆就够用了 所以G赫兹也没有发布 能否对曼露一部光学采样系统做下简单介绍 技术难点和有什么应用 一部采样 刚才这边应该没提到这个一部采样的 没有提到这个 我记得有一张 对 这边其实提到了一个一部采样 只是简单的提到了这个一部光学采样的 这样一个系统 那么包括这个机柜式的和这个三优的机箱式的 这样一个系统都有 那这样的一个简单介绍就是说两个激光器的重复频率 同步在一起 然后它会有一个小的重频叉 这样就可以去 相当于进行一个扫描 这样的应用呢 在 在泵浦探测里面 在泰赫赛石油光谱里面等等等等都有比较多的应用 对 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其实前两天我们刚发了一篇这个 荷兰的德尔福特理工大学发的一篇关于这个压力传感器 这个微传感器的这个用的就是MENLO的这个一部采样 而且是双波长的一部采样 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应用 百万次自启动开关时间间隔 稍等我看一下 这边是 具体我不清楚 可以回头邮件发给您 这个应该是秒 也就是说我看 10秒内开关了大概10次 也不一定 这个可能是一个无量缸的单位 这个我回头确认一下发给您 您可以留个邮箱 然后对对对 关于今天的问题确实是非常多 所以说大家的问题我们都会收集 然后根据您注册的信息 把这个相关的答案有些回答不上来的 还要跟Christine确认 我们都会通过邮件 最后给您一个确切的回答 想大家放心 这个我们都会一一的回答 问题实在太多了 答不过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今天的这个收看 我们下次应该还会有一期 关于飞秒激光的一个webinar 那一期会更偏重于光谱的应用 也希望大家届时收看 好的今天就到这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回头填一下那个调查文卷 调查文卷填了可以送门楼的这个T恤 现在天也热了T恤可以穿起来 是一个上面印着那个quantum physics的一个设计感 还挺强的一个T恤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留一下这个反馈 好的好的 谢谢大家 今天时间到了 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在客与抽出这宝贵的一个小时来 参与我们这个webinar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扫描橙色二维码申请入群 与行业同仁继续交流 光学手册持续热销中 现在加构寄送光电产品与资讯 杂志年刊 与光颜万物直播间会员 欢迎咨询